大家好,今天会和大家讲两个大题目 一个就是软水硬水的分别 硬水有四大坏处,我稍后会和大家讲 还有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们这半年以来是交多少水费的 还有水费是分开了三大部分 大家一定要留意 Hello,大家好 我今天又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 这个项目大家都很有兴趣知 除了电费和煤气费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知道呢?就是水费 我们今天会讲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就是硬水、软水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水费项目 首先我们先讲硬水、软水 在香港我们以前是没有分的 全香港其实都是用雨水的 所以雨水是软水 什么是硬水呢? 其实硬水呢就是说一些水里面 是含有抗物质的数量而到决定的 当你的抗物质越高的时候呢 它就是属于硬水了 越少 例如香港用的软水 在水塘那里藏水那些呢 就会是软水来的 硬水的抗物质多数都会是钙和尾 即是Calsium和Magnisum 这两样东西其实是天然的物质 在地底那里 因为英国很多时候是用地底地下水的 所以就会有比较高的抗物质 所以就很多地方都会用硬水了 你怎样知道你自己住的地区是用硬水还是软水呢? 其实呢就可以用回下面这一条link 就是进入去你的postcode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住的地方 究竟是用硬水还是软水了 那基本上呢 现在我自己住的那里呢 它就是中硬度的 即是不是属于最硬 也都不是属于最软的水 那其实硬水、软水 你知道有什么影响呢? 有很多坊间是有多不传言 又说硬水会影响身体健康 又会影响消化系统 又会影响到身体 又会洗头又会不好 有各样不同的说法 那我自己呢 其实就上网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还有亲身自己经历过 用了差不多九个月 这些叫做中硬度的水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影响 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硬水呢 对身体绝对是不会构成一个伤害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喝得多 硬水又会影响了心肝脾肺腎 其实是没有的 反而其实有一些抗物质 等于你喝一些抗泉水 其实是对身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当然了 因为其实你喝的份量 你那个抗物质 其实不会是真的多得很紧要的 所以不会真的构成一个很大的分别 唯一硬水的硬是有少少不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呢 我现在告诉你 通常因为硬水有矿物质 它有一个最不好处 就是会有一层Lime 会黏在水煲 花灑头 就是你常常装水的器皿 都会有一层污垢在里 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 基本上你在超市买到一些 叫做Lime Remover 或者叫做Discaler的清洁剂 去解除这层污垢 所以在英国是很普遍的 有些英国人说 其实没什么的 你清洁的时候 用清洁液去洗就已经可以了 第二样不好处就是 硬水相对地 如果你用普通香港用的洗头水 或者洗涼液的时候 它就没那么容易起泡 所以人们都会说 如果你来到英国的话 就用英国出品的品牌 其实它们就相对地 会容易起泡 或者清洁得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样 就是大家都会很担心的 就是头发会硬了 而且是比较容易去脱头发的 我自己就 头发也是比较薄一点 你都可以看到 我头发比较薄一点 还有软一点 我自己觉得 大概用了几个月洗头之后 头发是比较硬了 而且是多了毛燥 而且是比较容易折断一些 我自己就买了一些防折断 就是防脱发的洗头水 而且是用一些 好像香港经常听到的发尾油 这里就叫做 Leave-in Conditioner 在很多店铺或超市都会找到 就是塗在头发那里 用的时候 头发会比较油顺一点 而且没有那么容易折断 没有那么干燥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都会听到 这里的人说的 其实我自己都会很觉得的 就是喝得多这些水 其实肚子不知是否因为 肠子会动动会比较多 我就会经常听到肚子有 GillyGuru的声音 但是不是弄肚痛 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是有些肠子动动的声音 你自己都会听到GuruGuru 但是不是有特别不舒服 习惯了又没有什么 也不会有影响身体的问题 我再给大家一些资料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就说过 怎样为止是硬水 怎样为止是软水 其实每公升的水 碳酸钙含量 少于60毫克 就是属于软水的了 60到120毫克 就是中硬水 就是我现在饮用的水 就是我这个postcode 就是中硬水 如果硬水的 就是超过120到180毫克 就是硬水了 如果你多过180毫克 就是属于超硬水的了 不过我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饮用硬水 是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大家叫做得个G字 还有清洁方面 用有效的清洁剂 就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好了 说完软硬水了 说一下大家很关心的水费问题 这里的水费问题 和香港也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其实香港的水费 就是你用多少水 就是交多少水费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里的水费 其实就分开了三大项目了 当你收到个标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图案 我告诉你 这个在英国 我们不同地区 就是用不同的水费公司 但是就是没得选择的 好像百明汉 其实就只有一间水费 就是供水的公司 这里就是Soli号 我们就是没得选择的 一定是用它的 跟电力和电费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电费你就可以自己选择的 水只有一间 水费分开了三个项目 一个叫Fresh Water Fresh Water包括什么呢 就是你新鲜的饮用水 就是你开水后的水 就叫做Fresh Water 第二种它就叫做 Surface Water and Highway Drainage 你家的土地附近排污 排水系统的水费 第三种它就叫做Waste Water Waste Water是什么呢 就是冲刺 这里跟香港不同 因为香港用咸水冲刺 就是用海水 这样就不会压外收你水费 但是在英国的话 基本上你每一次冲刺 它都是收水费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基本上我就发现 我其实用了几个月 基本上那个Fresh Water 就是你用那个开水后 就是新鲜的用水 其实大概占百分之百 就是58%到60%左右 就是差不多你六成的水 都会是用了饮用水 就是你煲水 煮饭 洗衣服 那些就是Fresh Water 至于刚才说的排污系统 例如你家里 例如家里可能会多一点 我们就占了6% 其余的大概是三成多的水 就会是冲刺的 所以有时候英国的冲刺 就会和香港有点不同 香港很多时候就会按一个按键 无论你是去扮大事 做小事也好 一个按键就完成了 这里就会扮大事 有个大点的按键 小事就小小的按键 它出的水就会不同 所以都可以省到水 我也有听过一些鄰居说 他们有些省水的方法 例如洗完地的水 用来流回来冲刺 或者洗完碗的水又流回它 不过我自己就没有特别这样做 因为可能你也会挺麻烦的 我也有听过 有些本地人告诉我们 他们如果是住房子的话 他们可能会安装一个桶 在家里面 它是一个设置来的 就是收集一些雨水 就用那些雨水去充斥 还有用来洗地和淋花 就可以省了一些水费 好了 说了这么久了 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是什么 究竟我是交了多少水费 我也做了一个统计 由我去年6月来到今年 对上一次交水费是1月 大概是半年左右 夏天的时候用水会比较多一些 以我一个家庭 我三个人 我我先生和小肥肥 住在一个两房的宅宅 我用的水费 以夏天来说 平均每个月大概是60磅 即是60磅 大概是600多元港元 而冬天就比较用水会比较少 原因也很简单 冬天洗澡也会比较少 洗衣服可能没那么频密 因为夏天就算英国也好 也会比较热 我们就会多一些户外活动 我先生会踩单车 舒肥比较打球 洗澡也可能会多一两次 然后喝水也会多一些 用水方面就会比较多一点 冬天我们大概是50磅左右 即是大概500多元港币 不过这个我完全没有很省劲地用的 我也有问过鄰居 他们比较省劲一点洗澡 其实可能40多磅都能够搞定 不过用水的方法 每个人都会不同 以上我说的 其实都是给你们参考一下 希望我的分享 都会帮到你了解 我们在英国的生活多一些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Facebook群组 《远亲不如近伦》 你可以在那里发问 除了我本人会解答你们的问题之外 我们的群组也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分享一下 如果你说你想私讯我的 你可以在Facebook那里私讯我又可以 又或者在我的IG那里找到我 亦都可以在我们Description 写了我们的email 你直接传个email给我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尽量解答大家 希望可以帮大家融入到英国的生活 多谢大家 希望你都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最后就按一下小鐘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